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乡,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2月23号在台湾岛内媒体中国时报报道说 台军相关人员日前透露 说台陆军装甲542旅以及机部333旅 今年将会各派一个联兵营前往美国进行短期的训练 报道说这一次派兵赴美国训练 是继台湾海军派舰队官兵赴美接舰之后 台军再度派出超过600人营级规模的兵力赴美受训 不过面对秩序我们看到台湾陆军却是选择低调不回应 庄甲542旅和机部333旅前往美国受训 也不禁让我们就联想到了此前美国受台M1A2主战坦克相关的报道 2019年的时候美国是同意对台出售108辆M1A2T主战坦克 而去年的后半年台军曾经派出相关的人员 前往美国底特律去接收第一辆的M1A2T 所以外界分析说这一次台湾陆军相关的人员前往美国受训 是为了接收这批坦克进行的一个提前训练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台军一个营的人数大约是在六七百人左右 所以说这一次台军派兵前往美国受训的人数可能会突破历史记录 而备受台军瞩目的M1A2T主战坦克会在什么时候交付呢 他又能不能对我们的99A坦克构成这个威胁呢 我们首先说啊 目前美方已经延后了这款坦克的交付工作 首批的M1A2T的坦克一共是38辆 将会在2024年全部交付 那么这些坦克能不能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呢 这其实要从战场情况说起 事实上呢台军目前显然是进了一个误区 因为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的话 不管是99A坦克还是这个M1A2T其实都很难有作为这个主力坦克去使用 因为岛内地形和基础设施不允许这么重的坦克参与作战 其实最好的例子呢就是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 你看啊装甲更厚重火力更强大的这个59式坦克 远没有重量更轻的62式轻型坦克好用 那岛内的地形呢多山而且水网这个稻田密布 再加上呢这个双方都有这个武装直升机 所以真正发生在99A和M1A2T坦克上的交锋会非常少 事实上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的话 最活跃的装甲力量应该就是15式这个轻型坦克和搭载105毫米 低厚多力主炮的05式两栖突击车 这两款武器呢分别是62式轻型坦克 还有63式水路坦克的后继者嘛 两者的重量相比于主战坦克都比较的轻 这个这个推重比也比较高 15式轻型坦克呢 这个搭载有105毫米的坦克炮 还有先进的火控 同时呢还能够根据任务不同来加挂这个附加装甲 再加上呢1000匹马力的发动机相当的灵活 那此前在青岛高原上面15式轻型坦克就展现了自身的实力 在山地作战当中 这款坦克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而05式两栖突击车呢 作为一款这个两栖车辆啊 本身在登陆作战之中就能够发挥很大作用 那虽然说新款的车辆的这个防护能力有限 但是105毫米低后座力主炮和炮射导弹 那还是能够对敌方的装甲车辆造成重创 所以相比之下的主战坦克要在岛内作战 首先要克服岛内很多的这个多山的地形 而且呢很多的桥梁建造之初的时候 他们设计指标就注定了他们根本没法承受M12T这样重量的主战坦克 最关键的是呢 这个台军缺乏能够装载这么重的坦克的这个坦克搬运车 这也就导致万一要是溃败了 或者是坦克发生故障 或者被击伤了 那台军是没办法把它运到后方去休整的 只能一气 近两年呢 美国是频繁的对台出售武器 并且多次的对台海问题发表不当言论 企图阻挠我们的统一大业 而民进党当局更是不顾岛内百姓的安危 这个企图以武俱统 事实上 从岛内一些媒体的言论 我们就能看出啊 很多人仍然对少量的美制武器 抱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也奉劝民进党当局 还是不要穷兵毒武 大肆的购买美制武器的好 而且早在本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中方发言人就已经表态说了 我们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紧张局势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